曾经是国产最贵猛犬 战骚当年在他面前是个小弟弟 不温不火 国产最强狼种犬 体重可重达上百斤以上 头大嘴方大耳直立 战斗能力异常彪悍 曾经被当作斗犬所使用 在90年代 一只莱州猛犬可以换一套房子 但是他最终的命运令人万万想不到 80年代末 山东珠桥的犬舍 想创造出一种大体型猛犬 于是用大单犬 德国猛犬犬 韩国杜沙犬 等等几种猛犬混血搭配 出现了一只130斤的大狼狗 虎虎生风不怒自威 这只狼狗就是所有莱州猛犬的祖先 90年代 莱州猛犬迅速风靡于大江南北 曾经一犬难求 价格被炒至天价 但是随着大批量的德国猛犬 进入国内之后 莱州猛犬一路走低 最终沦为狗肉架 大部分进入了餐桌 好在现在喜欢莱州红犬的朋友 也越来越多